你要用什麼? 我要玩這個啊 這個方形的彈夾回收袋 你知道這東西是怎麼買的嗎? 怎麼買的 這東西是我們庫外去跟愛摩森訂製的 蛤?所以別的品牌不會有這個東西? 對別的品牌沒有東西 這個東西是愛摩森特別幫我們做的一個產品 他就是有一次我們有的客人 反應說就是現在市面上的那個彈夾回收袋 都很容易跑一跑彈夾就噴出來 因為他這個孔就是縮得不夠小 就是把它做成這樣子 它這邊用這種盤力帶 然後當你把它丟進去的時候它就會直接合起來 然後不然你能跑就不會掉 然後它的形狀就像一個盒子一樣 所以這個蓋子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它就變得很好丟然後又很不會掉 它拿應該也不會太難 因為它畢竟開口是開的 對啊你可以這樣把它一隻手撥開 然後就可以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有點像那個摩彩箱的概念 對對對 有點像恐怖箱 怪怪箱 然後它裡面這個空間大家可以有那3到4個 步槍的彈箱 然後手槍的話就更多 這邊大概可以丟到5、6個吧 5、6個起跳 然後它帶在你身上的時候又不會顯得很大 很累贅 因為它其實是貼在你身上的 所以不會讓你身體跌很遠 然後我真的覺得彈匣回收袋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它要可以關起來 它如果是這樣就是 是一個打開的一個狀態的話 我們都聽過很多美軍的那些特種部隊說 你的隊友會在裡面丟石頭丟垃圾 然後即使跟你惡作劇 有很重要的要點就是 一定要可以關起來 一定要可以控制你的回收袋 一定會進你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有兩種尺寸大的跟小的 它有各種顏色 像多地色、黑色、紗色、橘色、很多種 那喜歡的話 就拿我過來門市或網站上面選購吧